我跟于谦老师我们这诗歌合作很多年了 国家俩关系特别的好 这种默契其实是很难得的 虽然说合作过很多演员 但是对我来说最棒的就是琴儿歌 台上我们国家俩关系好 台下国家俩关系更好 因为咱们这孩最讲究就是这样 台下俩人得跟亲哥们是一样的 而且熟悉我们的观众也经常听到 在节目里边老提到琴儿嫂开各种的玩笑 你也别误会 其实常听相声的人都了解 我们这是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台下的琴儿嫂啊 这个夸奖在哪呢 她比最起码一半的专业相声演员 更懂得包袱结构 这个很难 当年我跟亲哥聊天的时候就提到过 你看我师父何耀文先生 有一次演出的时候 站在台上就看见亲哥亲嫂在台下坐了 侯先生那一整场相就是冲着他俩人说的 演完之后呢 有人问侯先生为什么冲着他俩说 侯先生说了 他们俩懂相声 后来跟亲哥搭伙之后 我就感受到这边 我跟嫂子说过 我是中国说相 比方有一万人 其中得有五千人 不如您在向上方面的理解 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是真真正正的从做学问的角度出发 这两狗子在一起过日子风头雨雨二十年了 非常的好 平时嫂子跟家看孩子 千儿哥跟我们出来山山海边演出 这回这个幸福三重奏这也太棒 让你们也认识一下生活中的千儿哥千儿嫂 我希望他们能够玩得开开心心的 也希望大伙多支持他们的节目 幸福三重奏